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解一颗星药的关键呢 其实在掌握这颗星药的阴阳五行 还有它的化气 特别是化气更是重重之重 聚门星的阴阳五行为阴水 不透光的很深的水 接着呢我们要谈至关重要的化气 一颗星药的化气呢 代表这颗星药的重心价值 聚门星的化气为暗 聚门星呢是你内心的空虚 还有黑暗面 一般人啊或是房间的命理师啊 各大节目啊谈到聚门星 万万会直接的将这个星药与争端啊 口角纷争 口若悬合耗变 言辞锋利这样的形象 还有字眼这种词串 去做连结 还有结合 相信啊一直追踪我们影片的聪明 大家会发现啊 我们很努力的在呈现 每一颗星药的中性特质 确实每颗星药啊 没有绝对的好坏 所谓的好坏都是搭配的结果 例如呢 聚门星除了争端 口角耗变的特质之外呢 它其实也是一颗拥有柔软内心 善良 温厚敦良 诚恳细心 聪明 博学特质的星药 看起来呢 好像呢 位居两个极端的特质 如果透过它的花旗为岸 那其实就会突破理解上的困难 一切都有理可循了后 聚门星呢 为了大家好理解 我们从字面上面去做切入 聚门 一扇大大的门 大宅院的门 其实要阳光啊 彻底的片洒 片地 洒亮这样子的空间呢 是有困难的 虽然它的内心呢 总是有阴暗不透光的地方 就好比黑洞 深渊 空虚 黑暗面 很容易吞噬信任 当信任被吞噬 就容易呈现外显的阴暗 多疑标理不疑 臣服深的状态 但是啊 聚门星呢 善良啊 温柔的内心依然存在 这样子的特质 再加上不信任感 还有不安 是不是感到被侵犯 被误解的时候呢 就会很敏感的 想要捍卫自己 有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变 然后呢 也有可能呢 就这样的产生的争端啊 不和啊 口角 这其实是不安的性格 加上外界刺激的结果 聚门星的本性是良善的 特别是聚门星要口才好 一如聚门星的口角特质 都需要条件搭配 口才好好变 很多时候不好交朋友 口才若不是很好 不擅长说话 是不是造成误会的可能性更高 也不好交朋友 特别是加上 他本身善良的个性呢 有时候难免有交情延伸 不熟 又讲太多的特质 自然就很容易让 发生不愉快 综合起来才会形成 让我们觉得聚门星呢 直接等于口舌的便评认知 如黑洞一般的聚门星呢 要让他往正面的特质走去 很直觉的 应该会知道 要将黑暗取散 照亮他的内心吧 这除了呢 可以鼓励他多晒太阳 要注意防晒 然后多看立志的各式作品 模式认真的 不管晒太阳 或是看这些立志啊 热血的这种作品 影音作品 各式各样的作品 对聚门星都是有帮助的 除此之外呢 在命盘上 大家应该会想到 我们说过的 最亮的那颗星太阳 望位的太阳呢 可以照亮聚门 详细关于太阳 望位跟弱纤位的分别呢 我们可以去复习 太阳那支影片 被照亮后的聚门呢 会将不安感呢 转化为动力 什么样子的东西不会 什么样东西 让我感觉到不安 不充足 那我就花力气 好好的补充知识 好好的去钻研它 这样的特性呢 会造就聚门 成为博学的特质 凸显它才子的潜质 同时呢 不安说到底 来自于生存的需求 随时觉得 对生存有紧迫感的人呢 会有囤积生存用品的特质 如果太阳在望位呢 同时又有露存 或者聚门化露 进入了命宫 或者财博宫 聚门星会化成小库星 有机会呢 可以拥有自己金灿灿的金库 囤积屁啊 囤积卫生纸啊 囤积纸箱啊 囤积回收用品啊 其实基本上也是囤积 可是相对于财库 是就是它的光亮感 有价值的感觉 比较没有容量 所以这财库的概念 要搭配望位的台阳 聚门星呢 化露或者化全的时候呢 可以透过善于说话 或者说话有分量呢 而对自己产生正面的影响 聚门星遇到煞技的时候呢 自然就容易发生 我们一般认知的口角 还有症断 另外呢 不能够忽略的是聚门星 也是桃花星 不喜欢再遇到其他的桃花星 桃花的特质啊 再加上不安全感 不安的特质 很容易会有感情上面的纷扰 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特质 放弃十二宫会有什么样子的诠释 也可以拿出自己的命判 核对一下 你的聚门星在什么样子的位置 然后呢 你是不是具备这样子的特质哦 命宫呢 我们谈的是 组长一个人的个性行为作风 还有整体的特质 当化气为暗的聚门星呢 今晚也有命宫 基本上呢 你常常会感觉到内心不安 然后你个性上面也很容易交情延伸 然后跟人的关系呢 相对会比较疏离一点 兄弟宫呢 我们谈的是父母的感情 与妈妈的关系 同性别守族的关系 当化气为暗的聚门星 进入你的兄弟宫 基本上呢 你与同性别的守族啊 与妈妈的关系呢 会比较疏离 夫妻宫呢 我们谈的是感情的态度 价值观还有状态 当化气为暗的聚门星 进入了你的夫妻宫 男生呢 基本上喜欢温柔 呵护自己漂亮的对象 女生呢 喜欢才子 关系呢 都需要用心的维护跟经营 子女工呢 子女工我们谈的是 教养孩子的态度 价值观 性生活 还有财富的状态 当化气为暗的聚门星 进入你的子女工呢 与孩子的关系呢 容易淡薄 性生活呢 需要感受到被呵护 财富工呢 财富工我们谈的是 理财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当化气为暗的聚门星 进入你的财富工呢 基本上啊 博学啊 才艺啊 口才这个东西啊 是你去获取你的利益 获取身材 财务进账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但是你要去注意 争端的管控 几二宫呢 几二宫我们谈的是 使用身体的方式 体质 还有身体的状态 当化气为暗的聚门星 进入了你的几二宫 要注意口腔啊 肺部直气管 还有肾脏系统的保健 迁移宫呢 千一宫谈的是外人 怎么看我 我内心的状态 出外的状态 当化气为暗的聚门星 进入了你的千一宫 基本上呢 外人看你是聪明的 是博学的 但是要注意在外呢 容易呢 跟人家发生争端 仆一宫呢 仆一宫我们谈的是 人机往来的太多价值观 与朋友相处的状态 一行别的手足 当化气为暗的聚门星 进入你的仆一宫呢 基本上你喜欢结交 聪明博学的朋友 但是与朋友的关系 容易淡薄 关禄宫呢 关禄宫我们谈的是 对生活重心的态度 价值观 以及当前的状态 当化气为暗的聚门星 进入了你的关禄宫 你呢 基本上呢 是一个多才多艺 然后呢 也适合以口为业的人 那天宰宫呢 天宰宫呢 我们谈的是家室的背景 家人之间相处的 态度 价值观 以及状态 居住的环境 还有彩库 当化气为暗的聚门星 进入你的天宰宫 与家人相处之间 容易有隔阂 喜欢呢 让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房子 很多时候啊 光源跟彩光会比较差一点 福德宫呢 福德宫呢 我们谈的是精神灵魂的 价值观状态 来财的方式 以及来财方式的状态 当化气为暗的聚门星 进入你的福德宫 基本上你的心思 会比较阴暗一点点 然后呢 也适合以口口才 还有才艺来财 那父母宫呢 父母宫我们谈的是 与父亲长辈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当化气为暗的聚门星 进入你的父母宫呢 基本上呢 你与父亲的关系呢 会比较疏离 眼中的父亲呢 是聪明博学 然后成福生的人 好 我们今天影片到这里 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